这个蝴蝶两个字做出来 做出来像这样的效果 那同学可能有些同学还蛮不错的 对于美感非常的有感觉 所以你会发现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 不过真的要调很久 像刚刚同学这个阴影有没有 其实应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阴影 其实还是有可以调整的这个空间 那如果你有时间反正就多多调整 甚至你也可以修改一下 其实我有点想说给你们一个变化题 不过想到一个变化题 可能你们要花很多时间 就是你可以去找那个 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 王羲之的字 或者是什么一些画 你可以把它拿来放过来 踩一下放进来 然后字换个几个字 背景的话你可以不一定是要蝴蝶 你可以是人物也可以 等等的 反正把它变成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图 其实就会很有古色古香的感觉 也许你们可以先为你们将来毕业的专题思考一下 那OK 先把这题先讲完好了 蝴蝶怎么做 第一个先把这个字怎么样 它的题目要我们做的就是说 再复制一个 有没有这个地方 先复制一个图层 上颜色 然后要加内阴影 下面的那个图层 是扩充三个像素 并且填上白色 所以会有两个图层 那我们怎么样复制一个新图层 按右键 这边不是有个复制图层 叫蝴蝶拷贝好了 在上面 针对这个蝴蝶拷贝这个图层做什么 填上颜色 那怎么填上颜色最快 还记得吧 宋春 有没有 宋春那个 有没有 选那个 字 有没有印象 按右键 什么 选取像素 字就选好了 有没有 最快嘛 但你如果不会这样的方法 你可能也可以用魔术罐工具 不过我觉得还是没这个快 而且这个比较精确 第一个 用直接这个图层按右键 选取图式 选取像素 第二个的话呢 做什么 填颜色 那颜色的话 编辑里面有个什么 填满 颜色的话呢 直接选那个什么 我们的颜色 颜色就是这个颜色 2552032 应该是这个 2032 OK 你就把这个颜色填上去 按个确定 再按个确定 颜色就填上去了 好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它要内阴影 那内阴影它没讲说 到底是多少个尺寸 不过点两下 在这边 这边有个外阴影 跟内阴影 所以你把内阴影打勾 再点它一下 调一下 那至于要调多少 恐怕各位自己 再花一点时间 可以可能就是把这个我印象中 好像可以把不透明度 再增加一点点 然后它的什么 间距啦 尺寸可以再多一点点 因为好像看起来 也不能多太多 它这个5 然后你可能再多一点 它间距的话 可能再多一点点 至于多多少 请各位自行参考一下 那个完成档 也许多一点点 按确定 好 确定完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已经有前面的这个字了 再来后面这个 眼睛先闭起来好了 再来 先把选取区先取消一下 因为它有虚线嘛 先把它取消 接下来呢 针对这一个 这个也是按右键 这个是底下那个白色 可是它现在是黑色 选取像素 那我把它选起来 可是问题来了 我现在希望它扩大 因为你可以看到 这个完成的底下这个地方 它的白色比上面的字 大了 边框多了三个像素 其实这个跟刚刚那个 那个字外面加外框 有点像 但是 做法不太一样 做出来效果也稍微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那我们如果说今天要让这个 外框有没有 把它扩大 那怎么扩大 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从哪里呢 影像里面 你可以找到 跟这样应该是 有一个叫 跟这样应该是 选取区域里面 特别是要 是针对选取区域里面 做修改 修改里面呢 你用猜的应该可以猜出来 我要做什么事呢 有人答对了 其实是 扩张 扩张多少呢 三个像素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这个虚线 按确定三个像素 它就怎么样 往外扩张了 有没有 它就帮我扩大了 扩大完之后 你再把颜色填上去 填什么 填白色的 所以这边有个白色的 按个确定 好 填上去 所以它把它扩张了之后的话 再填颜色 那这个时候 请你把这个眼睛打开 有没有 就上来 那再把这两个 刚刚做好的这两个 一起按序的键 把它连结好了 连结起来 这边有个连结 因为我两个嘛 两个图层 要一起丢过去 那可是如果你没有把它连结 变成 它会到时候可能会散掉 会分散 所以还是把它们两个连结在一起 好 再来的话呢 我就要按右键 先连结再复制到哪里呢 206这个 按确定 好 过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206 它就移过来 那这个时候 你看一下 它的那个图层 是不是在最上 是 你就把它移一下 移到哪里 移到应该适当的位置 有没有 类似像这边 这边的上面 OK 它好像比较黑一点点 所以这个可能要再调整一下 也许颜色是不是深浅 可以在 只要是它要做的以外 可以在做细节上调整 那那个 对 它好像真的比较黑 有没有 它的好像 是不是它哪里比较黑 这个实在是 你们 可能我的 美 那个 美学方 那个美术方面的天分 不是很够 所以我大概 顶多能教你们到这里 细节部分的话 因为可能你们会看的 因为刚刚有同学比较敏感 好像比较亮一点 还是怎么样 你就把它尽量调整成 像这样子 方法是一样的 OK 请各位 最后 把这一题最后再存档 就是206题 206题